我們鏡頭回到臺灣 曾經為您報導過的 三十八歲成姓男子 他在二零二零年 在南投還有臺中等處 是把同居女友的三歲女兒 打到骨折受傷 甚至還未食毒品 導致女童死亡 法院二審的收視認為 他只因為承認未毒 所以被判過失致死 十四年十個月的刑期 因此檢方再度的上訴 如今最高院是依照遺棄 屍體罪來判成男駁回上訴定驗 而其他部分則還有調查 必要要發回臺中的高峰院 來更審 而被判刑的 陳姓男子長期毆打女童 還未食毒品 導致女童死亡 把女童的屍體埋在 南童民間的山區 整起的案件 是因為協助棄屍的友人 良心不安 匿名寫信給遞檢 整起案件才曝光 除了刑事判決外 女童的生父母也對陳姓男子 提了民事求償 分別獲賠三百萬跟三百五十萬元 陳姓男子還可以繼續提起上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品軒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